歡迎回到5月20號的星儒雄宗教授 這個星期真是糟糕了 中國主持一班由中亞國家為主角的中亞與中國峰會 另一邊商,美國為首的G7又在日本的廣島開會 為何要特地擇日,擇在星期四舉行這兩大世界峰會 即是分庭抗禮 現在我看到紐約時報形容中美這兩邊都主持一個峰會 中國這方面都頗緊張 因為之前所謂的G7峰會傳出來共同協調 一個是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 這個政策要協調一種做法出來 中國就很緊張 我看昨天的報道 原來中國的公使 特地去召見 去向日本表明嚴重關切 現在踩場了 不是說踩場 他有個叫羊羽 有個叫羊羽 生命立場 對七國峰會即向召開的時候 中方對近期種種跡象反映出的峰會 對涉華的消極動向 表示嚴重關切 嚴重敦出 日方作為東道國 不要切實 去妥處峰會的涉華因素 涉華還涉華 要妥善處理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對華的經貿壓制 停止操弄涉海的問題 停止抓作中國威脅 停止揭華的小圈子 即是阿正達我設定 好像他現在這樣隔空 他開會說什麼 我決定 要指令日本 不要說中國公事洋宇 現在又給你很多指令 日方 日方是東道主 但日方不是說了事 你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第一 沒有實際的作用 是呀 擺姿態 第二 你這樣說的時候 真的是反感的 你反而是 另類做一個啦啦隊的工作 是呀 令他反感的 證明現在 我們現在整天 全世界都說你 哈哈爸爸 是呀 用經濟去脅迫 這些東西 真的不是錯的 是嗎 你現在我們開會而已 你是亞之亞洲 你是亞之亞洲 是呀 這是第一個小動作 不是小動作 這不是小動作 是正面向你 其實你之前已經有小動作 就要特意將中國中亞峰會 就定在這個禮拜裏面舉行 是呀 特意要做一套 分庭抗禮 但是這種分庭抗禮 有沒有一個作用在這裏呢 即是 你美國 你自己搞一個峰會 在這裏討論世界大事 我們又有我們自己定 我們自己一個 叫做國際秩序 是啊 有中亞幾個國家 哈瑟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 土庫曼 烏茲別克 五個國家去參加 這些全部以前都是 中亞地區 特別是俄羅斯的弟弟 中亞就比較敏感 雖然 哈瑟克 吉爾吉斯 吉斯坦 很多都是斯坦自美 這些是中亞國家 但是他主要 這次他講的議題 就是說要重啓 那些一帶一路 那些基建項目 是 因為其實你過去三年 疫情 就很多這些基建項目 停止了 有些是爛尾 有些是有醜聞 有些是大白象工程 你怎樣重整呢 這個是問題來的 有人已經作出結論 說一帶一路實際上 就是爛尾工程 不過現在 習近平當然要 死馬到馬醫 要拯生他 是 那你現在呢 正正呢 就是搞這個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斯坦 有哈薩克 吉爾吉斯 吉爾吉克 數來數去 竟然沒有他最親密的朋友 有而無上限 俄羅斯 以前這群都是 俄羅斯的契弟來的 現在變成 中國是不是攝了位做大佬啊 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這個 BBC又這樣說 尤其是這個 法廣 法廣的零社去說 他就說 他出了一篇中文報導 就是說 北京深陷侵污 戰泥沼 然後中國就盛世去收割中亞果殺 是不是真的呢 現在呢 他又好像很小心翼翼 主要就是說回 因為其實 中國他自己有自己的道理 他說 我們中國 在你的國家裏面 一帶一路 我們就投資了 很多基建 很多基建項目 疫情結束了那麼久 我重啟也很應該 有這樣的一個 理由啦 可以這樣說 他有這樣的right 沒錯 所以其實他主要 就以重啟這些基建項目 就為一個設入點 去介入地緣政治 但是偏偏他不找俄羅斯 不找俄羅斯呢 另外呢 他就找了副總理 額外去約副總理 下個月就是 下個禮拜就訪華 那為什麼不在一起呢 當然 俄羅斯有自己的難題 因為其實他現在 真的說得沒錯 泥足深陷 泥足深陷 深陷泥沼 所以我現在重啟那些 思路工程 那確實 也不跟俄羅斯有關的 一來就 未必回事了 現在 哪有空應酬你呢 老實說 他現在搞到 雞毛鴨血 簡單說 是 是 是 導彈就被人結了 是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戰場上面 烏克蘭 那個所謂的春季大反攻 其實遲遲未開始 是 但是當然知道現在 烏克蘭扎連司機 近來這兩個禮拜 就頻頻出訪 是啊 有英國啊 做多一些 一些外交的支援 邀請多一些外交支援 上個禮拜已經去了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也去了 梵蒂岡 來自英國 也來英國 無論軍門也好 其實炮彈 也有長程飛彈 尤其是英國 英國啊 給他一個很厲害的飛彈 是啊 射程是250公里 那個其實是足以蓋及 整個克里米亞全境的 是啊 你有了這些飛彈之後 其實可以更加穩固 重奪克里米亞的決心 是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俄羅斯確實是深陷泥沼 而且之前 他搞那個軍演 又真的很醜 醜醜啊 只有一個彈黑 還要倒閉了 一個彈黑 還要倒閉了 還要倒閉了 事歪又變了 事弱 是啊 之前也有人懷疑 究竟你現在 戰場上 在巴赫姆 華格納集團 保里哥津 不斷在罵 俄國國防部部長 邵伊古 這些是不是在大龍鳳啊 是不是有敵深入啊 然後自己特意去暴露 俄軍就有分化 就有內鬥 然後請軍入岸 有些消息說到 有些很跟著俄羅斯的 俄語電台 說到 有俄軍走背 即是走人 驗戰走人 還被華格納集團 那些開槍射擊 是啊 你知道戰場上 有很多所謂的 虛虛實實 虛實難分 究竟你現在內鬥也好 是虛虛也好 沒有可能這樣 沒有可能告訴大家 我們俄軍 內鬥不斷 然後士氣受損 有逃兵 如果有敵深入 如果有敵深入 我自己 這個空城計 進來之後 就傳遷你們的敵軍 那我就縱服 但你看到現在烏克蘭 確實 遲遲未開始 他反而是用這招 似乎是 在這個時候 在烏克蘭真的 搬到一些武器回來之前 他昨天是不是大舉地 用了很多支 這些真的是什麼來的 那些殺雀 被手導彈 去襲擊機父 據聞很多支都被人連 好像18支 截到17支 18支 截到17支 烏克蘭 16日 他自己宣布 烏克蘭昨天宣布 他成功攔截了18支 俄軍的飛彈 其中6支 是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這支是秘密武器 本身就是 說到之前傳聞 是很厲害的 是殺雀 是殺雀 差不多被人截了 17日 克里姆林宮 自己宣布 有三個從事超高音速導彈 技術研究的俄羅斯科學家 目前面臨非常嚴重的 叛國罪指控 據說 他懷疑他們將 被手導彈的相關數據 洩漏了 是呀 所以才那麼容易被人截了 是呀 法廣有報道 馬斯洛夫 希普紐克 和 智維金彩夫 同時 在15日的時候 發表了公開信 說三個人是清白的 他說這樣的司法威脅 會令到整個科學界 造成嚴重損害 等於在納粹德國的時候 很多科學家紛紛叛變 投入美國埋譜 是不是真的呢 現在還不知道這些消息 戰場上的消息 是 很難即時相信的 大家知道一定有很多心理戰 意思是不知道他們是否真是叛國 是呀 但是 既然真是事實 事實 有些不容置疑的事實 發生了出來 就是 被人截了 是呀 被人截了 是呀 被人截了 是呀 等於你這樣洩漏的數據 你辛苦經營 原本是秘密武器的匕首導彈 就化為烏有 是呀 大哥 你既然有錯 在市場上出了錯 一定要找人背負 要找人背負 那誰背負 說真的 射飛彈那個 我一定不會告訴別人 一定 不關我的事 我按罪而已 我就照這個 上級指示 上級指示 我向這個 基庫飛飛導彈而已 但是 你飛完導彈 就是 一定要找一個人去背負 是呀 被人截了 一定找一個背負的 是呀 既然你前線的士兵 不肯認 你小姨股 國防部長也不肯認 唯一就是 找一些科學家來開刀 是呀 現在有這個可能 是呀 是呀 這個就是內部攬炒 現在是 問題就簡單說 他那個 在戰場上 顯然是很不利的 是 部份失地 即是部份佔領的好地 被烏克蘭辛苦了 華格勒集團 近期不停說話 大家都知道 說到會走人 沒有彈藥 甚至現在最新消息 說他開槍射擊 那些伴尼的俄軍 懷怨的七十二兵團 是將他們 辛辛苦苦 用很多條人命 霸佔土地 輕易放棄 這些傳聞很多 真還是假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證實 不過我們留意著 一些跟著 不斷很緊密地跟著 一些俄語電台 和通訊設備 那些人的報道 似乎近日的消息 是 俄羅斯確實是 泥足衝陷的了 而且現在西方 繼今年初之後 加大了在烏克蘭身上的駐馬 英國這樣 習年斯基走訪歐洲幾個國家 要拿錢 拿到錢 最近要拿到更加多的彈藥 現在他是彈藥多到可以 剛才你說的 英國給他的飛彈 可以炸到黑內美 不單止是 修復新地 已經可以打入俄羅斯 所謂的領土了 絕對可以了 所以其實問題 似乎 俄羅斯就很大問題了 似乎現在的處境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就開了中亞峰會 你記得上個星期 馬克龍說了一句 他說什麼 俄羅斯變成中國的 俄庫用國 與此同時 在16號的時候 不是的 其實在4號的時候 中國海關總署 宣佈 可以擴展吉林省內貿貨品 跨境運輸業務範圍的公告 就證實了 海參威已經向中國開放 正正現在 不向中國開放 其實中俄貿易路線很迂回 本身 以前 東北 內貿貨 走海運 經基本那些 在營口 或者大連上船 然後要運到廣州方向 繞個圈 繞個圈 然後去俄羅斯 這麼愚蠢的 現在直接可以經海參威進入 還要免報關 這個做法 當然好像是有益於中國 當然方便 兜少很大段路 兜少很大段路 而且掀起了另一個話題 我看到網上有人說 海參威以前都在中國 如果開始講的話題 所以過往 俄羅斯在海參威問題上很敏感 他不開放給你中國用 原因也是有一個 對你的忌憚 不知道你會否反抗他一口 現在就 迫著這個開 這個顯然就是他自己都急 是啊 但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一定是有 互相都有雙贏 對於中國來說 是方便的 因為現在 確實你中俄貿易 是益誰呢 是益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被制裁 現在俄羅斯 依賴中國 十分嚴重 所以 可能說的話也很對 同時間如果你免報關的話 會不會借海參威來運武器 這個可能是不可以排除 不用報關的話 你不知道他抽查怎麼抽 但是中國 其實對一些遠東地方 俄羅斯遠東地方 好像 有些動作令到俄羅斯 好像應該有點不安 因為其實 在這個 早前2月14日的時候 北京官方公開了地圖的內容表示規範 針對中湖邊境八個地區 要求用現有的正式名稱外注中國的舊稱 沒錯 譬如你說 符拉迪 玉斯克 托克 要加注海參威 烏蘇里斯克 又加注雙城寺 哈巴羅夫斯克 又加注百力 這些地方 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是不是加強別人的印象 這些地方 以前是我們的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你會不會借這個機會 現在俄羅斯 即是深陷雷沼的時候 承虛而入 攝毀呢 現在很多一切像 這是幾個例子 海森西開了 那八個地方 用中國以前的名稱 即是告訴別人 這些地方以前是我們的 接著你現在 又開了這個中亞峰會 是 中華峰會又排除俄羅斯 又排除俄羅斯 接著習近平在中亞峰會的會議過程裏面 就和這五個國家元首逐個見面 是 好給面喔 真的 接著又說會簽訂條 永久有好條約 跟他們每個人都 那你說 話就說一帶一路而已 實際上整件事本身 你嚴格說是侵蝕俄俄羅斯 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而他特意安排俄羅斯的總理 米書思經 下個星期才訪問中國 同樣訪問中國 說什麼 雙邊都關注的議題 又說什麼 兩國關係 雙邊關係 武術合作 共同關心的議題 又說廢話 你這些東西不用說就知道了 講完好像沒有講 不說什麼我們說什麼 當然 其實我想就是安撫 這段時間見面 當然是交代 現在李輝 究竟在做什麼 李輝做什麼 中亞中區做什麼 李輝 剛剛才去完烏克蘭 李輝見完烏克蘭之後 有什麼成果 烏克蘭那邊沒有主動表示 但是汪文斌昨天 在新聞發佈會裏 自己主動去提 澤連司機見了李輝 他自己 記得那個細節說什麼 沒有說到很多 但是 中國外交部 第一個獨家消息 就說 澤連司機見了李輝 但是烏克蘭越南那邊 反而表現得很低調 很低調 是之前發表的一圈狗發 就是說 不要指望他們可以提供一個方案 以土地緩和平 這個BBC有報導 報道私有報導 其實在前幾天 澤連司機其實他都回應過 梵蒂岡 我們不需要調停人 因為梵蒂岡 想跟他勸和速談 我們不需要調停人 你譴責俄羅斯 我們需要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和平就是怎樣 其實歐盟 歐盟的主席是馮德萊 有去回應的 他就說 一定要有烏克蘭有份去參與 不可以黑相作業 不可以被他無在鼓裡 但是同時間 要一個真正令到 俄羅斯不會再 重啟這些 侵略戰 一定要絕對消除威脅的和談 才行 這句說話 當然很符合烏克蘭的口味 現在有了傳聞 還未證實 已經在說 蓬德萊恩領導下 已經開始 組建了一些團隊 在談战後 俄羅斯的賠償問題 已經在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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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 就是等待 烏克蘭 獅子薄套 你為何無端端要射匕首 俄羅斯為何無端端要射匕首去襲擊這個機夫 其實這個很可能 是一個孤注一擇的絕望表現 絕夢一擊 絕對 是殺雀來的 說了命 殺雀 現在就先打了你 有出動 不等你這個春季大反攻 我先借了你 想著 這個匕首導彈 是秘密武器 誰不知被你截了 那你之後有什麼喉雀 就算了 沒有了 不知道還有別的 除非打核彈 但核彈這件事 我們第一次已經說了 要打 其實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就打了 問題你射去哪 射去哪 就是那個問題 中國又不贊成 講到明不贊成 不會買你打核彈 他現在勸和速談 最多只能夠 中國現在李輝的動作 最多就是幫你拖時間 最多就是幫你去 威克蘭不如你就 就地和平算啦 我都是這樣 起碼做個樣子 抽水而已 他自己都沒有什麼把握 其實中國也沒有把握 習近平也沒有把握 你有沒有發覺 習近平上一次 跟習近平談完電話之後 想有些後著 延續一下自己 在這件事上有些角色 這個呢 其實我要看 另一有一篇文 就你看好似 中國如何算計烏克蘭 另一有一篇文 在17號的時候發表的 就說台面要軍 台面要軍援 台下亡要嫁 中國大使 中國大使出市 是否澤連司機是最後機會呀 他現在整個通篇文 他就覺得 他就一口咬定了 歐洲其實 他雖然現在表面 軍援你很慷慨 但是事實上他已經受夠了 受夠了是一個事實來的 你說表面台面 當然會 政治正確 會支援你 但是這個是否最後的分手費 我們不知道的 加上 原來烏克蘭有自己的問題 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整天都在那邊講 春季大反攻 講來講去 周身動就沒有米白 跟著又說 歐洲還未履行他們的承諾 其實都是口爽何包立 都是靠俄 跟著又說 俄羅斯 烏克蘭打了那麼久 這一年裏 其實他自己不要說 軍人少了多少 只是說人口 都寫了一千兩千萬 因為確實 他那個難民裏面 是損失了那麼多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篇文章就說 一是武器不足 第二是兵力不足 第三是西方承諾沒有兌現 這個呢 就是零一寫的 零一的文章就這樣 現在就這樣調子了 但是很可能 亦都說了中共 他心裏盆算烏克蘭 我覺得低級紅 是不是他這樣想呢 我覺得他是想人這樣想 他想人這樣想 所以他就這樣去到 而大使李輝 他就是想承虛而入 自以為大家有 烏克蘭有虛可乘 然後就承虛可乘 整篇文就配合 李輝去烏克蘭這件事 但是李輝去了烏克蘭 但是烏克蘭這方面 有沒有很高度的 一開始就看 你不要指望 整個各地的勸和方案 我們不會 是的 不會的 同一時間 承虛要去歐洲多個圈 還要去G7 是的 去G7 事實上呢 最後就是 現在 承虛不止去G7 他會去阿拉伯國家 都要求這些援助 G7峰會 其實昨天就 剛剛有一點點結果出來 他們大家有共識 會對俄羅斯進一步制裁 進一步制裁 不知道他如何制裁 因為能源的入口 其實已經設定了最高定價 同時間 他們對烏克蘭的支持 是不會放棄的 是的 不會放棄的 大概是這樣 至於 涉華的部分 暫時就看不到 暫時就看不到 我們在錄音的時間裏面 暫時就沒看到 不過他這次的宣佈 德克蘭院已經刮了香港零一兩巴克 已經 上個星期 特林斯基去歐洲繞這個圈 已經拿了很多東西 特別是彈藥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 他現在在東部戰線 有一些反攻行動 已經開始緊了 大反撲就開始了 但已經開始緊了 早兩天在巴赫武就是拿到17公里 是的 那個地區的戰略意義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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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現在華加勒戰團也好 蘇軍最精益部隊也好 都在那裏敗退 是吧 所以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跟著拿著武器 又在知夏峰會有這樣的宣示 你看回 019的篇文 當他是反映中方的想法 阿爺的想法 代表著他在盤算 烏克蘭怎麼想 這個想法就完全破產了 我都簡單說 是 你相對之下 如果你說說佛交來講 我們是不是孫子兵法 佛交 如果你說佛交來算的話 烏克蘭那個外交戰 就完全是一面倒地 是贏了俄羅斯 沒有啦俄羅斯現在你 都走不出國際舞台 G20他沒有去 這應該是事實啦 G7當然不會有他份啦 現在中亞峰會都沒有遇到他 是啊 真是慘 都挺慘的 現在澤連司機就去了 在我們錄音期間 他就去了阿拉伯聯盟會議 那裏 請得他去 我想都不會專門去羞辱他 不會的 但阿拉伯本身就跟這個 其實是中俄都friend 是啊中俄都friend 如果你是可以深入到阿拉伯國家的話呢 那就是 都會是一個證明的 可能俄羅斯對於阿拉伯 那個關係 其實都開始 鬆散了 其實就是 你有沒有說法的 你現在支持俄羅斯 的侵略憲增呢 基本上 市場越來越小了嘛 是不是 你打仗開始的時候 中國還可以說 俄羅斯的安全關切要重視的 現在不說了 現在已經勸和束談了 要擺一些姿態 猜一下烏克蘭想怎樣 所以其實 調子是在變 阿拉伯 很多國家 阿拉伯一幫鼓劃仔國家 港獨立的國家 他們是 敲出降政治 像是鄉義國一樣的 敲出降政治來的 哪邊有著所 敲哪邊的 現在的問題 你看到俄羅斯沒有勝算的時候 你怎麼會壓下去呢 現在接待 澤連斯基 就算他不公開支持你 不公開去譴責俄羅斯 他也沒有可能 叫你不要抵抗 不會這樣做 阿拉伯國家來說 跟俄羅斯在油價方面有協調 因為阿拉伯國家一直拒絕拜登的邀請 就是說在增產上 去配合美國的要求 你不要去限產 如果你限產的話 你推薦油價 令到我們在油價上 制裁俄羅斯 就難一些 又會被人威脅你 現在阿拉伯聯盟 肯見澤連斯基 是不是可以在油價上 進一步打擊 透過增產來進一步打擊俄羅斯 可能有得說 另一方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其實也是昨天 我現在錄音這一刻 路透史也傳出來 澤連斯基去G7峰會期間 就會去見印度總理目的 會舉一個場邊會議 最重要可能是這件事 目的大家知道 印度在過去一年 在聯合國幾次決議 都是投氣權變的 投氣權變 但是暗搶俄羅斯 暗搶俄羅斯 如果你現在跟目的 有辦法談的話 是不是 因為目的 又肯大手買俄羅斯的油 是啊 買了很多 他不肯配合國際的制裁 是去制裁俄羅斯的 如果你見到目的的話 目的是不是 現在都開始 都會站邊 沒事了 現在在這個情況 西瓜靠大邊的趨勢 越來越清楚了 本身不是西方陣營這一邊 都開始表現到 這些姿態的時候 越來越清楚了 這是普京的惡兆 惡兆 走不出國門之外 現在有些傳聞說 他們說他的避難地堡都要預備好了 沒那麼掛念 有些傳聞是這麼說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五回來再見 下個星期五再見 拜拜